穿行中华门 品味南京古韵 巧守天宫 编织华美云锦 金宫细作 体验龙潭金箔的古老断织技艺 太薄了 我觉得我已经非常轻非常轻了 可是它就已经碎了 来到龙袍镇品尝六盒蟹黄汤包 好鲜啊 登上燕子鸡 看大江东去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节目《长江行》第79集 一江秋水向东流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长江行设置组继续在南京的行程 有着六朝古都 十朝都会支撑的南京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南方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拥有着丰厚的文化遗产 历经六百五十年历史的南京名城墙 就是其中的代表 它不仅是南京的城市标志 也蕴含着这所城市的文化内涵 很有这个纵深感呀 对 其实从这儿就能看得出来 后面还有一个瓮城 它是有三层瓮城 我可以看到机关层层 每一层都是大门 总圈的话非常高大 同时呢 上面还有闸楼 我们走进去的话 除了城门 它还可以从上面放下铁闸 闸门一放 就是人就无法逃脱 可以说 为什么叫瓮城呢 就是瓮中坐边的一个意思 这在实战中也有很强的一个军事防御的功能 中华门是明大南京城的南大门 明朝洪武二年至八年 朱元璋将它扩建成现在的规模 当时称它为聚宝门 中华门外的护城河被称为外秦淮河 与城里的内秦淮河遥相呼应 同属于秦淮河水系 中华门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门 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 结构最复杂的城堡式城门 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平面上看 这个南京城墙 中华门的一个内瓮城 它总的平面成一个汉字的一个木字形 所以从那个瓮城大概是2000平米左右 中华门瓮城它大概东西长118米左右 南北128米左右 它的一个总面积大约是15000平方米左右 中华门共有三道瓮城四道旋门 每道旋门都设有可以上下启动的千金闸 瓮城内和左右马道之下 建有27个藏兵洞 可囤兵3000多人 还可以储藏士兵所需的生活物资 沿着宽阔的马道 我们登上了中华门的城台 南京名城墙实践于1366年 当时朝廷调集了20多万名工匠 历时28年 于1393年全部建成竞工 城墙的总长度为35267米 城墙高14米至26米 据估算 共计耗费约3.8亿块城砖 南京城墙砖 是我们南京城墙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城砖上面有很多的一个名文 这些名人文体现了一个当年的 朱元璋他所创造的一个责任制 我们现在称之为九级责任制 为了确保城砖的稍造质量 当时朝廷要求各个地方的官员 军队的士组 以及县以下的基层组织负责人 直至造砖的工匠和窑匠 都要在砖上留下姓名 这样一旦城砖质量出现了问题 它由上到下 每一层的一个责任人都可以追责 那么可以想象 这个质量是非常的严苛了 我们朱元璋可以说 他也是一个非常严酷的一个皇帝了 一旦发现了任何的问题的话 他都可以找到每一个人 南京名城墙所用的城砖 分别由江苏 江西 安徽 湖南 湖北五个省的上百个州县负责烧制 由于各地土质不同 所以城砖的材质也成都阳新 这就是江西生产的一个白磁砖 这样我们可以试读一下 这是元州府平湘县提吊关 然后县城某某 这是江西元州府的 今天我们是在江西省宜春市的 宜春市的一个所在地 那么这块山这个制造年代 它写得很清楚 就是洪武十年 洪武十年所烧造的 那么这是江西城专的一个代表 那么江西城专的质量非常高 因为它的一个土质非常好 我们知道江西的景德镇地区 它也是一个瓷器的一个 非常生产的 著名的一个生产的基地 那么瓷器也烧得好 它的砖烧得也好 元州府的一个官邸 正是因为把这项工程做得好 也使得皇帝对它就是连升六级 从一个正六品的一个官员 直接升到正三品的一个官员 南京名城墙的成砖名文 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 文化信息和历史资料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名文也在不断地分化和剥落 为了记录这些珍贵的名文 成砖名文数据库工程已经启动 周元说 目前他们已经扫描了 九千多块成砖 通过筛选 已将两千多组名文纳入数据库中 2020年 南京城墙博物馆即将对外开放 其中也会有城砖名文展示 和查询的环节 我们做这个信息库的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把所有的一个 城砖名文的一个信息 全部录入到这个电脑系统当中 就是未来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做到 走在城墙上面 拿出你自己的手机 扫描一下它的砖文 就可以发现相关的一个历史信息 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南京的文化名片还有很多 南京云锦 是南京最具特色的手工艺织品 它的织锦技艺 已被联合国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我们莫名来到了南京云锦博物馆 这是中国唯一的云锦专业博物馆 哇 这走进来 我觉得就很震撼了 这支机非常的高 这有四米高 四米高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 不是一个演示性的支机 这个完完全全就是来支这个云锦 这是我们的真正的大花楼支机 进入云锦博物馆 首先看到的是12台庞大的云锦传统木支机 也叫大花楼提花支机 它高四米 长近六米 结构非常复杂 机器上放置着大量 各种各样的丝制原料 这里有一位师傅在这控制 然后在高处还有一位师傅在控制 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两个人配合的工作 两个人的工作有什么不同的分工呢 因为它是提花支机 要上面一个人把它提花 它提起来的 目前在各式丝制品中 只有云锦一直保留着 用传统的提花木支机制造 这种靠人记忆编制的传统制造技艺 至今无法用现代机器来替代 我们可以先用我的手来比划一下 现在有四根丝线 这就是经线 但是你要想在上面 有不同的图案的话 你的尾线要不同 跨越不同的这个 对 不同的这个经线 才能够露出来花纹 所以这个提丝的这个工作 确实是这类师傅在上面在做的 制造云锦的操作难度和技术要求都很高 制造时 必须由两个人配合完成 提花工坐在织机上层 负责提升经线 另一人坐在织机下负责制造 根据提起的经线进行装金副彩 两个人一天只能生产5厘米至6厘米的云锦 因此有着寸锦寸锦的说法 它如果是黄颜色的 它就是黄底子 现在它这个是米色的底子 那么在这个尾线上面变化就很多了 你看它好多小管子排在那 它不是颜色限制 那别的锦呢 它就是比较五个颜色 它就埋在镜里面了 据周双喜介绍 南京织锦的历史可追溯到冬季末年 到了明清两代 云锦制造技艺达到了巅峰 南京云锦因为用料考究 制造精细 图案精美 继承了历代之近的优秀传统 被誉为锦中之冠 原明清三朝都成为皇家的御用品 云锦生产的工艺过程极其繁杂 每道工具的工艺都有很多诀窍 这个呢叫易将 易将 就是把这个设计的人的意思 用工匠的这种手法把它变成 我们叫易将 设计人员将文样规格设计好之后 就要根据小样填绘易将图 易将纸是特制的 上面有纵横线 代表着经纬线 在古代 并没有这种带有纵横小格的图纸 古代工匠把各种图案的织法 编成口诀大大相传 这道工序是文样从图纸过渡到织物上的桥梁 所以是云锦生产中的重要环节 周双喜在云锦研究所担任技术总监的职务 负责云锦的生产制造 以及学院的培训工作 他带我们来到了学院的实习车间 请我们的记者体验一下 制造云锦的过程 周双喜说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制造技师 至少要经过十年的刻骨学习 这期间不仅要掌握手工上的技艺 更重要的是对云锦审美的熏陶和提升 仅仅一个看似简单的抛缩动作 记者就尝试了很多次 因为毕竟这只有两种颜色的配合 但是真的我自己上来之后发现 这是一个手 眼 身 相结合 才能够织好的这样一个过程 南京云锦研究所 作为中国唯一的云锦专业研究机构 承担着云锦继承和保护的重任 周双喜是南京云锦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 从业40多年来 大批珍贵的国宝及丝绸文物 都被他复制成功 其中让周双喜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使他成功复制了定灵出土的 明朝万历皇帝的装花短笼袍 为了研究和复制这一件文物 他整整用了五年时间 73年开始学图 这个时候我18岁 我是跟师父学图学了三年 三年以后师父就不管你了 然后你就自己去摸索 你看在这衣服上面你看 它这个皇帝笼袍 它不是你吃了一段布下来裁剪 它是什么呢 就两体织衣 就把你这个人身材多大 然后你把它设计 你看它这个都是 哇 这么长啊 这边你也能看出来了 你看它把它参检下来以后 一拼就是这些龙袍 周双喜说 元 明 清 三朝皇室 御用的龙袍 几乎都是用云锦制成 云锦最主要的材料是真丝 此外金和银也在云锦中大量运用 金银使得云锦更显得负礼堂皇 典雅庄重 云锦中还会用到很多鸟兽的羽毛 比如用孔雀鱼之处的云锦 会折射出异常华丽的色彩 复制文物是一件极为复杂的工作 首先要将元件的医料采样 检测出医料成分 再与查阅出的史料进行对比 找出元件可能有的颜色和质地 至少耗时一年以上 此后才进入云锦制造的工艺流程 云锦制造本身就是一件 慢工出细活的工艺 因此复制完成一件文物 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 应该说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云锦也不是谁想穿就能穿的 但是到了现在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云锦已经变了很多的作用了 它不光是运用在衣服上 包括装饰 它可以像一幅画一样 在博物馆里兼章馆里 我们看到的都是云锦研究所开发的 现代云锦产品 云锦从皇宫内院 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演变为今天的礼服 这是一种创新吗 还是也是一种传统呢 应该是创新 因为过去的云锦 它不是给这个 假衣来准备的 这是给皇帝用的 也结合了这个假衣的形式 但是用的工艺 一定是云锦的传统工艺 周双喜说 云锦目前正在向着工艺品 服饰 文物复制三个方向发展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不仅要代代守护 更需要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荣幸现代人的生活 服务于普通大众 只有这样 古老的南京云锦 才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 走进龙塘港 看长江单体规模最大的 集装箱码头 进攻细作 体验龙塘金箔的 古老断职技艺 太薄了 我觉得我已经非常轻 可是它就已经碎了 是吗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节目 《长江行》第79集 一江秋水向东流 正在播出 离开市区 设置组沿江而下 来到南京市七峡区 在龙塘街道的长江岸边 就是南京主要的一座 沿江港口 龙塘港 我们与集装箱码头 负责人王景才 一同登上海水船 从江上抗港区 我们龙塘港建设所处的位置 它是个深水区 我们龙塘码头 它不动不遇深水 天然的两岗 在规划当中 找了把它作为一个 南京重要的港区 在十几年前 它就被选择了 当时我们的外贸需求 没有这么大 所以没有扩建到城区中心部位 我们在退港完成的同时 我们专利建设 我们过去的天然的深水量港 龙塘港的建设 与长江的航道条件息息相关 助理位于南京至长江出海口 共计431公里的12.5米深水航道顶端 可长年同行5万吨级海轮 10万吨级海轮 也可减载抵达 我们靠近港区 一艘艘货轮正在装卸 我们的外贸航线 从要高达70港到上海洋山港 宁波港进行执车 南京周边地区制造一秘籍 经过这组港口的货物 主要是家电 机械 设备 零配件 衣帽鞋袜等 龙塘港腹地 不仅遍及200公里范围内的 南京都市圈 更可以覆盖安徽 江西等省市 港口越来越繁忙 随之而来的环境保护工作 也十分必要 无论是在港区附近的江段 或者港区 都看不到任何垃圾或者油屋 王景才接着说 在港区 海市 港口和船舶等各方 都在联手对船舶垃圾 油屋 污水等污染物 进行严格的收集和处理 将港口对环境的影响 降到最小 港口所在的龙潭街道 还是南京著名的金箔之乡 我们和当地长期研究金箔制作器的 李宝香老师一起来到金箔厂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上面呢 放了一块绝料金 也就是说它的纯度是很高的 很高 就是 哇 好重啊 这百克 然后呢 这个四个酒的金呢 直接打金箔是不可行的 很难打 就是要加入2%不到一点的银和铜 加入银和铜呢 两个目的 第一个呢 银铜可以改变原料的颜色 让它更好看一些 更亮一些 第二呢 改变黄金的物理性 让它的延展性更好一点 或者说呢 稍微增加一点 它的硬度和韧性 打金箔 要以纯金为主要原料 在1200摄氏度的高温下 金块和其他原料一同被溶解 金箔断织器 至今联系着古时的传统 分为化金 攀叶 装粘 打薄 切薄等工序 溶解塑形后 金块经过冷却和多次碾压 才能用于金箔断制 打金箔的过程 就是不停地将金块变薄的过程 黄金具有极强的延展性 上百次碾压都不会断裂 反复碾压后 金块已经变成了数十米长的金带 长条状的薄片 我们叫叶子 叶子 那么现在工人在做什么呢 把长条状的叶子 拆成小一点的尺寸 像这么大小 每一张拆成十六片 一公分或者一公分 一点几公分 多一点的 但是这个厚度 还不能把我直接打进果油 进行能工的锤打 把它拍得更薄一点 裁切后的金片 还要经过我进一步锤打 变得更薄 这部工序叫做拍叶 每次六十张叶子 上下两面要覆盖银片加以保护 这里还有一个技巧 锤打前还有时间浸泡茶叶水 在金叶表面形成保护膜 中央可以保证每片金叶不产生粘连 经过拍叶 金片的厚度已经达到 零点零一毫米左右 工人用竹刀将其切成 一厘米建方的小块 再加进乌金纸中 做金箔的关键的材料就是这个乌金纸 乌金纸好坏 确定这个金箔品质的好坏 比如厚度 好的乌金纸它可以打得很薄 没有撒眼 非常的漂亮 它泛着这种银灰色的光泽 但是手摸下去就觉得很光滑 好的这个乌金纸原子 一定要藏纤维的原料 比如桑树皮 桑树材料 它的纤维很长 用它来做成的纸 表面的黑色实际上是一种碳元素 碳的作用可以耐高温耐吹打 能够在这种高温高压的情况下 金箔在晶片在这个移工纸 能非常好的360度方向的移工 乌金纸的质量 直接关系到金箔的品质 目前世界上还有德国 日本等地 也在制作金箔 但是因为中国出产的乌金纸 使用次数和强度 都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出产的乌金纸 使得中国金箔断质工艺 领先于别国 装好一包原料金片 每包都有1920片 两人配合 以高以低 这样药金果 36000锤才算完成 现在已经可以使用机械化工艺 更加省工省力 千万次地吹打 金箔在乌金纸间360度延展 最薄可达0.1微米 就是说 一万张金箔叠加起来的厚度 也只有一毫米 打好金箔 工人用鹅毛将金箔 从乌金纸中转移到毛边直立 看这个师傅取金箔的这个过程 特别有意思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他都觉得 就是完美先开一页 这个金箔 要先把鹅毛摆在那儿 然后轻轻地吹一口气 然后快速地用这个鹅毛 然后把这个金箔 像给这个拉过来一样的感觉 这部操作的时候 有什么技巧吗 口风要去 嘴上要吹 口风 我们叫口风 它吹出来的是一股风 不能一片 你看集中一点 综合算来 一克黄金可以打出 0.5平方米的金箔 李老师说 其他国家或地区 也可以生产出相同品质的金箔 但是通过这种传统方法 中国的金箔可以更薄 同样重量的黄金 就可以打出更大面积的金箔 这样成本也就更低 市场竞争力更强 因为要求动作轻柔细腻 所以都是女性在操作 尽管工人们已经非常熟练 但是由于金箔过于轻薄 每道工序也不免有些损耗 记者也带上纸套打算尝试一下 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工作 就是跟金子打交道 然后我的眼前全部都是金碧辉黄的 有什么技巧呀 师傅 口风要轻 先把这些纸掀起来 对 金箔就在我眼前了 先吹一下嘛 把羽毛放这 哇 太薄了 我觉得我已经非常轻非常轻了 可是它就已经碎了是吗 没用了 这个就不可以 不可以装到里面了 所以这个其实配合要很快的 是不是 就是嘴巴要轻轻地吹一口气 然后很快地拉到这来 金箔薄 薄如蝉蚁 轻如红毛 所以这些工序必须在 密闭不通风的空间里进行 工序之间还架了隔板 进一步阻挡空气流通 因为金箔的反光过于耀眼 所以室内光线也不能太亮 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切箔 这是皮板 这是刀架 皮板是木质的 木质的 表面蒙的是猫皮 猫皮啊 猫的皮 因为猫皮呢有个好处 它组织表面结构比较细立 围观上看呢 它有一些围绕的细口 在操作的时候呢 不至于呢产生一些静电 这个刀架呢 是木质结构的 刀刃呢是毛组 好的这个毛组呢 一定要取之物 福建五一三的一个品种叫刀组 组织啊更致敏性 做成的刀刃呢更锋利 刀架呢是木质的 工人呢用螺丝 加了一点螺丝可以调节它的一个尺寸 接触市场需要的贵工具 这些贵工具 一切七百年以外来 一直没变过 我们称为呢切剥生产的活化 在口风的吹动下 薄片被转移到皮板上 弹指间就被切成了方正的金箔成品 使用这种皮板和刀架 一位熟练的切剥工人 一天可以切一千张以上的成品金箔 2006年 南京金箔断织技艺 被列为第一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此外金箔还可以做出金线等其他衍生产品 这些产品工具繁琐 制作精密 由于技术要求高 一个人并不能全面掌握所有工具 因此每位手工女人 都有自己的分工和强项 博物馆里展出很多金箔的应用 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金碧辉煌 十分耀眼 使用金箔应该是六朝时期 南朝本有四个朝代 宋旗两层 这个世界南京地区 一个是副教文化比较盛行 由于副教文化的应用 需要应用大量的金箔 又有全国最好的手工艺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应用又有技术 南朝就比较兴起 金箔装饰这个妙 南朝484 作为六朝古都 历史上南京当地市场 对金箔的需求量很大 除了宗教领域 金箔还被用于皇家用品 无论是建筑装饰还是衣着服饰 都有大量应用 云集使用的金箔 就是以金箔为原料制作而成 李宝祥说 目前人们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上 发现了最早的金箔制品 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现在中国南京金箔的产量 每年有三亿之四亿张 因为高品质 低成本的优势 国际市场上的金箔产品 大部分都是南京地区生产的金箔 来到龙袍镇品尝六盒蟹黄汤包 慢慢地把这个汤洗出来 好香啊 登上叶子鸡 看大江东去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节目《长江行》第79集 一江秋水向东流 正在播出 继续拍摄行程 设置组跨越长江 来到江北的六合区 这里的龙袍镇 出产南京知名的特色美食 六合蟹黄汤包 我们见到了蟹黄汤包制作记忆 传承人杨忠健 杨师傅 龙袍这个地方 它是位于南京市的哪个区域啊 南京市在我们六合区 在六合区 我们是六合区的最南边 最南边 我们在南京城区已经是一见之隔 我们在禅见之别 这个小黄汤包在我们龙袍 已经至少有150年以上的历史 从江湾疫情就有 当然这个小黄汤包在龙袍这个地方 它的租大 还是在这个近几十年那个呢 它把这个小黄汤包的花园馆 拿给它把名人打出去 相传 清朝秦龙皇帝下江南 成州渡江 忽然一阵旋风将龙袍卷入江中 龙袍飘落的地方被称为龙袍州 龙袍镇因此得名 龙袍镇上的餐馆 几乎每户每家都有蟹黄汤包 南京市其周边各地市的人们 都慕名来此品尝美食 时间还早 杨师傅带我们来到镇子边上的鱼塘 这里紧临长江 盛产鱼虾蟹等各种水产品 最早是不是也因为本地有这个螃蟹 才能做蟹黄汤包啊 自古以来龙袍就是水线 到处都是水 水箱 我们这边靠着蝉蝉 你看这些水它都是疼的 这边大概就是蝉蝉大集 所以现在我们看了 这个水塘里的水全都饮的是长江水 都是蝉蝉水放进来的 因为龙袍这些蝉蝉蝉 临近长江是这里得听毒后的自然条件 因为池水举自长江 大江活水 这里的河蟹更加鲜美 品质也相对较高 这也提升了蟹黄汤包的质量 我们来到养殖户周昌门的蟹塘 他家的螃蟹主要供应龙袍镇上的饭店 得知杨师傅要带设置组来拍摄 他已经事先准备了几龙螃蟹养在堂里 他们现在刚刚到这个桶里 拿一只来看 我感觉这个螃蟹劲还是挺大的 现在因为刚刚从这个网里面被捞出来 然后正觉得受到威胁呢 这个螃蟹它有什么特点呀 它叫绒毛蟹 绒毛蟹就抓到上面 都长毛的 都长毛的 它壳子比较轻 轻壳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它的正面的蟹壳 然后肚皮也很白很干净 上面这个水还是挺干净的 是吧 环境也很干净 这个季节也开始有蟹膏了吧 有了 您每次来还看看品质吗 对 我们现在学营的 做小黄包里的学营的是母旁蟹 母旁蟹 然后它各一个 在各一个湿地方 你也可以更便宜 就可以吃小黄包了 叫蟹黄汤包 蟹黄汤包嘛 是不是 一定要够饱满才能好 一定要一些花 周昌文来自安徽五湖 他2013年开始养螃蟹 总共承包了近60亩蟹糖 当时龙袍当地的水产养殖户 都在养鱼 他发现 随着当地蟹黄汤包 越来越致命 本地的河蟹变得供不应求 于是看准这个商机 养起了螃蟹 本地商家就近拿货 再加上江水养殖 货源也好 生意一直兴隆 它们这些盐质户的螃蟹 它不扯一个什么 不要扯 东西对它卖不出去 这点它根本不需要擦形 只要它移多少 它都能下多少 在我们龙袍这个地方 它整个产业的一个很多 不但是螃蟹 包括龙腹产命的鱼啊 下啊 所有的龙命的既有鸭 什么东西都可以在龙袍 这个地下 因为市场广阔 在龙袍镇 水产和其他农副产品 都已经形成了 完整的产销链条 离开蟹塘 我们回到镇上 因为经营蟹黄汤包 杨师傅看离家 农业观光员 在大吉地 国际观点下来的 我是 一级厄司的申请下来的 后来九五年时 被南宁的一个 巴社一个记者 一个主人 到龙袍来无疑症 在我这地里吃饭 我也不认识了 他吃个味道 这么好吃 南宁人都不知道 然后他就在这个 经营网马上面 就塞了一片八道 后来到这个 新鸡店新鸡店的时候 来的客人就认不下 我就足足以为你 后来人家资本 有了最大 有了壮大性 就扩大 为了保证口感和风味 蟹黄汤包 必须现包现卖 在这里还可以看到 汤包制作过程 拆卸就是 制作汤包的 第一道工序 天哪 这么多的螃蟹啊 这个不脏的 这个已经给他们 是处理了好多好多了 我们一早 我们个人 每天都弄下 开始吃饭 大家看到的是桌子上的 其实在桌子的下面 有一个这么大的纸箱 里面也就有 满满一箱的这个蟹壳 所以就是阿姨们 坐在这儿 应该每天早上 开始就开始在这儿 剔螃蟹肉 剔螃蟹肉 用于制作蟹黄汤包的螃蟹 每一丝肉都不会被浪费 拆卸分工细致 先将蟹前蟹腿里 这些细小的肉取出 之后再分解蟹身 阿姨她就主要把这个 就是肚皮给掰下来 然后蟹塞 然后全给拿掉 这个是不能吃的 然后到后面那个师傅那儿 然后就把这个蟹黄 给剔出来了 蟹铁黄 然后之后再剔这个身上 因为它有大工序的 所以这个吃小蟹黄 人家为什么说 有三十多大工序 给大家看 就这个蟹盘也很多大 就是十多大工序 这个基本上 还要把它熬制成蟹黄油 还要再熬制 这里都是母蟹 金灿灿的蟹黄堆了满满一盘 散发着鲜香 透出诱人的色泽 这些蟹黄还要再次和猪油 一同熬煮 将鲜味进一步吸出 这里一天至少要六七十斤螃蟹 才能够供得上蟹黄汤包的制作 汤包馅料还要拌入皮冻 皮冻汤由鸡甲 猪骨加葱姜熬制而成 将皮冻汤冷却解冻 再拌入蟹黄油 蟹肉和其他配料调味 蟹黄汤包的馅料就做好了 我看您这个擀皮挺特别的 这擀面杖也是 是两头尖中间粗 有点像那个枣糊形状的 然后这个师傅擀起皮来 它是这个擀面杖在转圈 我们这边做小黄包 都是这种做黄 我们师傅的时候 那个时候师傅要求 我们每个汤包 一个汤包要保持 30到33到这个 30到33到这个 没什么这个可以 就是让那个热气好 对外散发 每个包子可以 一直以来 蟹黄汤包都有着 严格的质量标准 皮冻占馅料的比例在 四成左右 每个包子的馅料重量 是8500 加上面皮 总共1.2000 即60克一个 这样的包子 既显得各大饱满 有方便食用 包好了包子 上体蒸20分钟即可上桌 在龙头镇吃汤包 食客们一般还配上一碗 头道菜 它有鸡丝 猪蹄膀 蟹黄 木耳 鸭蛋 和高汤熬制 因为菜品丰盛 当地办宴席史上的 第一道菜就是它 接下来吃汤包 这讲究 轻轻提 慢慢移 这样保证的下面不粘 然后来加上半部分 赶紧 这个是怎么吃 叫先开窗 肉和汤 先开窗 什么叫先开窗 就是平常地压一个口 很可 先压一个小口 先压侧面的地方 在侧面压一个口 压一个小口 然后慢慢地把这个汤 吸出来 好鲜啊 压一个 吸这个里面 把里面都吸出来 汤包里的汤汁 色色金黄 鲜香扑鼻 口感醇厚 是汤包的精华所在 喝了汤 再吃馅 里面满满的蟹黄和蟹肉 更加令人满足 厚腻的蟹黄 清甜的蟹肉 吃在嘴里 好像在嚼一整只 没有骨头的螃蟹 令人回味无穷 杨师傅说 蟹黄汤包 过去曾是镇上 国营饭店的一道小吃 随着改革开放 他们几个学徒 各自干起了个体户 他们开的饭店 就主打蟹黄汤包 仅凭口碑 渐渐声明远播 打开市场 现在镇上的数十家 汤包店 组成了龙袍蟹黄汤包协会 将这个产业 共同作大 现在一天算下来 这龙袍镇上 得卖出多少个 蟹黄汤包 正常的销量 现在只要是去 加入汤包协会的 这个饭店里面去吃 所有的这个价格 都是一样的 比如我点蟹黄汤包 都是这个价格 都是这个价格 为什么想要这样来 一起来经营呢 消费者到 如果是我们的协会 非常有加 也不错 口感都差不多 那个价格也一样 给消费者心里 也给他一种平衡感 和满足感 协会只负责 统一质量和价格 会员都各自经营 做自家特色 良性竞争带来的是 相互协作 大家共同打造品牌 提升影响力 那现在这个汤包产业 做得这么大了 有这么多的人来吃 你们会不会特别关注 就是长江水质的变化 因为所有养螃蟹的 这些水源 都是来源于长江 现在物上真的很少 没有物 因为我们就做到长江面 应该是在九几年以后吧 就是各个地方 什么乡镇企业 台湖的比较严重 后来我们当地政府 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很早地就介入这些 就是环保的问题了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边 现在一段就滑进 长江的水质各方面 比较好多了 所以才能有这么一个 很有特色的小吃 但现在这个小吃 其实养活了镇上 各行各业的人 对 长江水质不断改善 良好的自然环境 也给龙袍镇的生态产业 提供了发展潜力 我们回到长江南岸 登上七峡区江边的燕子鸡 燕子鸡位于南京郊外的 直渡山上 高四十多米 因时封托五江上 三面零空 适如燕子展翅玉飞而得名 这里地势十分显耀 历史上是重要的长江渡口 和军事重地 被人们称为万里长江第一级 哇 这边好漂亮 这是平式成章 背好比较 正好可以看到 就是燕子鸡整个这个山体的感觉 是 这里呢 主要是看我们整个鸡石的背面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有一景叫燕鸡西罩 为什么叫燕鸡西罩呢 也就是要在夕阳西下的时候 然后这个霞光漫障 照射在这个甜色的崖壁上 坐在这里呢 聆听着滔滔江什么 所以提前出的一种意境 还真是这种感觉 因为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安静的 我如果不说话 还是可以听到江水开岸的这个声音 而且江风袭袭的非常的凉爽 据史料记载 乾隆皇帝六旬江南 五次登林燕子鸡 并附施提字 使得这里成了南京的一处 著名历史文化景观 燕子鸡山体的岩石属于沙利岩 较以风化 经过雨水 江水和江风的不断侵蚀 形成这样 林雪的山崖立于江畔 这个季节水位比较低 所以才有机会走在这 我看旁边的这个石头上的颜色 水位高的时候要有多高啊 你看这就是夏天迅期 水位最高的时候 比我们人高很多 基本上就我们站这个地方 要全部被淹没 是的 现在呢 它整个的面貌都展现在我们面前 你能够看到 跟江水的颜色搭配起来 其实颜色还是挺跳跃的 我听说以前这个旁边的地方是很多化工厂 是吗 对 这两年已经全部都搬迁了 所以我们这里的这个空气也比以前要新鲜很多 这可能很明显的感受 燕子鸡周边地区曾聚集了大量化工厂 是南京的化工基地 因为临近长江主航道交通便利 这里的江边曾满是堆积和装结化工原料的货厂码头 2010年 南京市开始对燕子鸡地区的工业企业关停和搬迁 到2015年 所有工业企业搬迁完毕 新城的建设同步展开 江边已经被改造成市民公园 未来将建设一个以居住功能为主 同时拥有公共服务 商业贸易 文化旅游等功能的滨江新城 一江秋水向东流 在南京的这些天 我们不难从身边找到历史的痕迹 也时常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长江环抱着南京城 滔滔的江水沉淀着厚重的文化 长江的通达济海也为这里带来了开阔的眼界 未来我想这座城市将会怀抱着历史的闪光点 迸发出新鲜的活力 也让我们跟随长江的脚步继续前行 EzioZioZioZio 煎后 divine考虑 侮辣 essen 非常 错 搞